我想國泰仁壽從民國58年成立國泰女籃 在91年成立國泰女子足球隊以來 我們秉持著持之以恆的態度 努力的來推動各項的體育活動 我們除了贊助體育的項目 培養優秀的體育選手 我們最主要是長期的來經營 大約已經將近50個年頭 所以我想持之以恆的動作 是我們往後持續要來追求的 這一次能夠榮獲聯繫七次的體育推手獎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種肯定跟鼓勵 國泰女籃在今年得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包含超級杯的女子聯賽 大學的聯賽以及高中組的聯賽 都得到了第一名 那我想除了努力的來推動體育的項目 培養運動選手以外 我們贊助了非常多的體育的項目 所以這一次非常感謝有這樣一個活動 我們會秉持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我們也持續的來推動我們體育的項目 謝謝 除了籃球跟桌球以外 其實國泰女籃贊助非常多的體育項目 包含我們從99年推動的 好小子林書豪的體育的訓練營 以及陳偉英的棒球的訓練營 以及陳偉英的棒球的訓練營 而且我們贊助非常多 所以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當然我們更希望台灣的所有的企業 跟著一起來贊助 來提升我們台灣的運動的水準 以及提升我們運動的風氣 來更多的人來熱情的參與 我想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謝謝